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pilot作为独立应用 HDR背景支持 节能模式 新增了Sudo命令 原生支持压缩7Z和TAR格式 除此之外 还有WiFi7支持 语音清晰度提升等新功能 但是 对 又是但是 但是并不是美门朋友在加入Release Preview频道之后 都可以收到更新的推送 这里有硬件不兼容的情况 有地区的原因 今天的视频 我们不究其原因 直接分享如何升级到Windows 11 24H2 先来看一下最新Windows 11 24H2版本号 正是微软官宣的Windows 11 Build 26100.712 再来看一下最新版的Copilot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在之前的Windows Insider所有版本中 Copilot图标移到了任务栏的最右侧 结果现在的Windows 11 24H2 Copilot图标还在开始菜单后面 为什么要下载ISO镜像而不是在线更新呢 这是因为很多用户加入Windows Insider 并在Windows更新中设置为Release Preview 并没有收到Windows 11 24H2 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前已属于Release Preview 点击打开Windows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 这里并没有Windows 11 24H2的下载 接下来分享如何从微软官网下载Windows 11 24H2的ISO安装镜像 进入微软的官方博客 鼠标向下滑动 找到这个位置并点击Click here 点击Register now 如果已经在微软官网注册过自己的邮件地址 这里可以直接登录 如果还没有注册过 点击创建一个 输入自己的email地址 输入一个新密码 区域建议选择美国 生日可以任意填写 但建议大于18岁 进入自己的邮箱 查收邮件 复制这个验证码 输入刚刚复制的验证码 进行快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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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这个选项 点击Register now按钮 返回微软的官方博客页面 继续向下滑动鼠标 点击Windows Insider ISO Download Page 因为刚刚在注册时 自己的微软账号已经自动登录 所以这里不需要重新登录 滑动到页面底部 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对应的版本 个人零售版选择这个 如果是商业版 则选择这个 请注意 个人零售版和商业版 都有专业版 点击Confirm按钮 选择系统语言 点击Confirm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开始下载 等待ISO下载完成 双击下载完成的ISO镜像 双击Setup安装程序 取消我希望帮助改进安装 点击更改安装程序 下载更新的方式 选择下载更新 驱动程序和可选功能 点击下一步按钮 点击接受按钮 点击安装按钮 剩下的就是等待安装完成 下载更新的方式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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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来看一下当前的版本号 当前的版本是Windows 1124HR Build 26100.560 为了观看方便 修改一下桌面壁纸 进入Windows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安装KB5037850累计更新 这个更新安装完成之后 Windows 1124HR即可升级到微软官宣的版本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按钮 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来看一下版本号 版本已经更新到Windows 1124HR Build 26100.712 Copilot也已经变成了独立的软件应用 先别着急停止视频 后面这个步骤更重要 如果不操作这个步骤 您的磁盘空间会浪费掉20G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在驱动器C盘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 点击临时文件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到此Windows 1124HR正式升级完毕了 请不要忘了给小妹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